大政权在技术上面吸收了中华传统武术的一些精华 在理论上以如是道理为基础 大政权以战争为核心 以精神经验为指导 以精力锻炼为基础 以圣下心灵为主轴 以螺旋残染为基本运动形式 以松净自然为起修平台 在同一个中华上 采用精神脚戒和一年诱导的孤独手段 来实现全学的目的 大政权有战争 施力 摩操步 士生 发力 推手 实作 由这七步功法组成 首先在战争是大政权的核心 是他的基能 我们练过的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都是在战争 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 有一句话叫百练不为战 是对武术有相当技术的人来讲的 当年跟总是要互相在学权的人 都是高手 他们把外撒过去 已经练了几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要求内战 所以内战呢 就是要够战争 在安静的环境下 在安静的状态下 在心情平静的状态下 去求内 在武术里面有六合 大家都知道 外三合与内三合 外三合呢 是手与脚合 手与西合 肩与跨合 那么内三合是什么呢 心与一合 异与七合 弃与立合 大家都知道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六合 体育运动最高级的政界就是 全身心高度协调同意 没有武术基础的朋友来说呢 还是要 也要从战争开始 但是不是说是百恋不为战 就是我们战争 行动基础之后 然后去做势力 我们战争是求力 做动作是求外 内三合达到了之后 我们要通过外向动作的训练 也要达到外三合 所以我们当战争 势力和操 七部攻防 你都过关之后 你这个时候 才能说是百恋不为战 所以我们战争 但是拿到第二部攻防 我们说的是势力 势力就是通过一种 缓慢的形式 把我们战争 所得之力 贯穿到周深 所以势力是战争 在空间的延伸 势力也是大成全 七部攻防中 最重要的一环